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他首先表示 我国外俗发展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 取得显示 召开这次座谈会 就是要当面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 共同探讨一些措施和办法 以利于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院士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吴曼清 安天实验室首席架构师萧兴光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有有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姚洪宇 解放军驻京某研究所研究员杨林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周 北京市委网信办主任佟立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任正非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 黄澄清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审演信息领域核心技术体系 互联网企业的国家责任 实现网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发挥新媒体在凝聚共识中的理论和核心技术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能力建设 顶层设计等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 并不时就有关问题同发言者深入讨论 在听取了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几位同志发展新技术新趋势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听了很受启发 你们的发言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感 也体现了在互联网领域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有7亿网民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也是降低应用成本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 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 不要求权责备 不要论 马凯 王沪宁 刘启宝 范长龙 孟建柱 栗战书 杨洁篪 周小川出席做谈会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